我 你怎么来了 若曦 我是来带你走的 跟我一起吧 你我已经私定了终身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嫁给别人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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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个萌 谁呀 老子 今晚签约一室 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 怎么这么早 这也还早啊 都几点了 不是我说你 站住 你说你 外衣携带细菌 就你这种性格 我真不知道以后 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你 行了 那我跟沐宇 在外面客箱等你 感谢您使用逼逼代价 喂 慧昕 雨萱 我都放了一个花篮 在上一个客户呢 怎么办 怎么办 这边医生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就要开始了 就绝这个花篮了 那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去给你取 时间会不会来不及呀 这会儿肯定堵车 放心 我二十分钟肯定给你送到 拜拜 这姑娘不错 比丈夫那个好 我说大明星 你不知道尹思泉吗 给我看别人手机 谴责我 最近认识一个姑娘 模样性格都是你的天才 手机号多少 加个微信 郭沐宇 这是我主宗问你的 我劝你最好还是 好好考虑一下 不要不识真语 你怎么会呀 你小心我 现在就跪下来求你 你快点快点给我快点 给我看啊 谁让你跟我做的 都先给我 快点 老大 下来了 哥 你怎么来了 没通告吗 好看吧 再说了 有什么通告比哥哥你更重要的 给你 对了 车库新装修完 为了避免寻证您的龙铁 请您先一驾宫外 来 我们俩开车出来接您 我已经跟那家男主人联系过了 他就拿着欢栏在小区门口等你 对了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啊 你到时候拿过欢栏就走 赶紧给我送过来 谢谢费过 下次来了以后给您拥会 拜拜 喂 也有些也可以 请想拥有些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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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这位顾客先生 撤去干嘛 我叫顾艳成 我叫顾客 请你把话还我 你是个女人怎么回事 怎么抢别人东西啊 我怎么抢你东西了 快点撤 我警告你没有办法啊 你别动 别动 别动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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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下吧 笑一下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要不然 我陪你一个一模一样的 两个也行 你不说话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离我远点 那先生 您的花 我不收垃圾 垃圾 你不要 我要 让白冰来接我 你不要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不信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对不起那个人呀 请你自觉说 是 任何一件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 都是有定数的 可能冥冥之中 你就是他早就注定的遭遇 你说你算算啊 看看是结还是缘 那你这次又打算我要多少钱呢 不说钱 说缘 缘 什么缘 五百缘 此次盘龙古城所有的雕刻项目 将由故事负责 同时我宣布 将我亲自雕刻的玉雕雅聚 赠予盘龙古城 还有一个 我的年轢 喝酒 合作愉快顾总 合作愉快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封御 不好意思 封总 我找顾总有点公事 可否适配一下 适配 谢谢林总 我来是想问一下顾 林大小姐 您的杂志社经营得真的很不错 不到一年的时间 商业精英几乎被您采访了一个遍 确实 所以今天 我想亲自来约一下顾总的专访 不知道顾总能否赏光 感谢林总的好意 不过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接受采访 适配了 林大小姐 抱歉 抱歉 我会小偶劝劝的啊 巨款到账 今天这钱赚的 除了有点小波折以外 其他都算顺利 这个时候要带来个小哥哥 来个浪漫的邂逅财 谁随先走 人是太多了 是你 是你 雨萱 好 雨萱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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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是手推肚机的吧 你是不是为了刚刚在路上发生的事情来报复我呀 刚刚的事啊 这就是那位施主啊 就他呀 白宾 开开去医院 好 来 顾总 您有没有事啊 没事 伤口内的细菌会以每秒二十倍的速度进行分裂 现在是超过一分钟了 我快叫人过来报答 我马上要去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想听他 通常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活得豌豆公主呢 大不了我赔一点医药费嘛 六十 赔 你知道他要是想追究的话 这只手你得赔多少钱吧 那赔多少 不是 多大点事 这就长不出了 那我现在的工资水平 我得从占博实际下 这大红草的花的鸡头 说好的钱好 这浪漫邂逅的 我不应该是这种细菌吧 走吧 这么多 那可能是不是要卖花店了 什么 这次的浪漫邂逅又失败了 什么 他们说这个钱太好赚了是吧 那你告诉他们 成不成功都给钱 而且加倍 那我可怎么办 什么时候能报仇孙呢 什么时候能报仇孙呢 难道 真是都要整容成 像仙女腾天土里边的仙女一样吗 我不要你赔钱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钱不好赚 这种投其取巧的事情更不好做 还有 赶紧把绒整回去吧 老大 不是 他 他不是 啥 整容 整容 这个人该不会是想方设法 预外迷伤地看我好看吧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 可不 也没让你赔钱 也没让你回战国去战斗 我疯了 你出去啊 出去 顾总 去雕刻室 小女子姓白 林若曦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资料 好 好 我愿意 四季轮回 思念 蔓延成交尾 越过了时间的档雨 将你包围 因为有你 一切忽远有意 是林若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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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那个和你梦中 还有顾家祖传雕像上 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了 是 而且很奇怪 每次看到她有危险 我的身体就好像不受控制了一样 等我回过神来 就已经挡在她面前了 而且似乎只要遇见她 我的心口就会有异样的感觉 你是说 那是一种不受你控制的宿命感 不可能是宿命感 不可能是宿命感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 她肯定是爷爷刻意安排的 老爷子 您派的人没能上场 什么 没用上 老爷子您别急 不是坏事 是您派的人还没能上场 就被一个女孩给抢先了 女孩 来 坐下 跟我详细说说 我跟您说 验诚今天的行程 满着呢 特别忙 而且都是因为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姑娘 什么姑娘 来 给我看看 meter 先女孩 这么高评价 我从孙的名字 我都把她记好了 我要帮我丛顺 创造一个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啊 盛姐 这姑娘啊 是干什么的啊 好像是代价 代 代价 这样 爸 你去把白冰从严臣身边叫回来 是 仙女 代价 咱们这花店多要入不敷出了 倒闭竟然指日可待 不是才刚赚了一笔巨款吗 晓妮老师我还没有热呢 都给房东了 可是我也已经开足马力赚钱了呀 过去 我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 您是 宣小姐 您好 我是白冰 故事集团的总裁助理 我们集团有大量的律制需求 我可以努力地促进你们花店 和我们集团的合作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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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人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现在回去 可以不过我还要去公司 继郭总回家 找代价 知道了 白先生 您是需要代价是吗 我就是 可是 您都帮我们促成这么大一个合作了 也让我们帮帮您吧 不然 我们也会觉得亏欠的 这就是国产中的劳斯莱斯吗 什么时候我才能买得起一辆这样子的车呀 我 怎么又是你 我是白先生为您请的代价 您的手 为了靠近我 您可真是不遗余力 先生 现在早就已经过了动荡的年代 您不是什么潜在逃犯 我也不是什么未来战士 我用不着不遗余力地接近您 还有上次您说我什么整容 什么制造偶遇的 我觉得您会想这些 纯粹是因为您太闲了 小样 还治不了你 我 我 我 好甜甜物 你没事吧 你什么意思 干吗推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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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能反应 那个老板主要是您家住得太偏僻了 我一个小女子这样也是情有可原的对吗 您的车钥匙 我电瓶车还在你后面箱呢 顾严成 顾严成 我电瓶车还在你车里呢顾严成 顾严成 小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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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里的管家 我姓杜 您叫我老杜就行 杜叔叔 您好 刚刚不好意思啊 差点伤着您 这都不重要 听说你的电瓶车被锁在顾总的车里了 顾总的车钥匙又被他带进屋了 对 能麻烦您帮我取一下吗 您可以自己进去拿顾总的车钥匙 这样你不就能把你的电瓶车取出来了吗 谢谢杜叔叔 您这是个好人 那我怎么走 顾总就住在二楼左手最底边那间 你快去找顾总吧 好 我是去找我的电瓶车 不是去找您家顾总 好 其实啊 都一个意思 那我先去了 谢谢您 谢谢 董事长 一切顺利 这些顾总的车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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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说是什么 这些顾总的车钥匙 这位老板 我真的不是故意夜闯民宅的 是因为我的电瓶车还在你的车上 而且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使用武力的 你看我这么晚了 辛辛苦苦做代价赚钱的份上 你就把车钥匙给我行吗 我取了电瓶车 立刻马上就走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 明天 为什么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我该休息了 分秒不能差 你数机的呀 你暗时打明暗时报我 你把车钥匙给我 想要啊 自己拿 他受伤的不是一只手吗 怎么一会儿不见这只眼 强迫症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还好我跑完了 好 郭总 您需要的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明轩 降临了 什么降临了 好 您好 你好 寻雨萱 您是 我是来想请你帮忙的一位老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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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问世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份钱 最后一件作品 那这照片 放这儿吧 是 陆总 你好 还挺有恒心的 那当然了 我爸说了 于公宜山缺的就是我这样 不须不挠的壮劳力 更何况是我们已然创下了 风宫伟队的故事集团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叫徐宇轩 经过顾耀华老先生的重金聘用 已经成为你的专职司机了 我当然愿意跟你走 这尊雕像是仙女藤天图 我还是不劳烦你了 好的 反正吴爷爷说了 不开车也给我钱 拜拜啦 陆总 这个女人没能成功接近我 怎么还挺开心的 奇怪 不说你还能逃练 老师 我们有赚 有一个爱你 不会不能 这个女人 这是一件事 你不听没有 没有 祂 唐 你的 我们 终于找到你了 你放心 故事的后人 一定会遵守承诺 好不容易 失落过几个世纪 为了你我愿意 四季轮回 思念满眼成脚尾 越过了世间的岛屿 将你包围 因为有你 一切忽远有异 春秋冬夏日沐浴沥 朝夕 趟过荒芜的河 冥冥之中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 你渐渐清晰 越过银河万里 我在原地 不曾忘记 像漫游的星星 注定向你耗尽 《湖叶》 飘过过每个墨镜的边际 直到想起你 时间变换 唯有你 You are my only one 眼前万般风景 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像烟火的痕迹 照亮万叶的孤寂 不安的在黑夜中独行 直到看见你人海万千 唯有你 You are my only one 请不吝点赞 订点赞 otom政制计划